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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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十一呢 外面那些人说的 不是真的吧 他们说的是真的 不 不可能 十一他答应过我 他说他凯旋之后 会回来娶我 不会的 他一向重情重诺 他不会骗我的 三星 你只有时候想哭 想闹 七哥都可以陪着你 但严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时日 不会的 我不相信 七哥 你告诉我 十一他尸体在哪儿 他不会死的 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突然找遍了整个讨阳城 都没有找到十一的尸体 你是啥 他是古尊 是 如今梁国已经退军 而陶阳城的诛事 也已经安置妥当 那么本王就在此 将陶阳城 移交给王子了 我玄甲军 即日先办事回朝 夸吕在此 带所有阿柴族的百姓 谢过湛王殿下 并向殿下承诺 我阿柴族与魏国 从此定下永不交战的盟约 来啊 此乃我阿柴族的盟约 那本王就代表大魏的百姓 谢过王子了 朵霞公主 是我大魏的朋友 探视整个阿柴族的骄傲 朕王殿下 告辞了 莉莉 送送王子 是 王子 请 朵王子 父皇赐我秘旨 让我捉纳四哥灰烬 可我又如何对自己的手足下手 只希望四哥此番灰烬 能与父皇近视前些 也不枉我今日 这抗之不遵之罪 是 所以是 有了 我做了 我做了 如此甚好 只是 娘娘 还有什么担忧的吗 我担心 即便战儿手握重兵 以她的性子 也未必 会与老四争夺皇位 你这个妖妇 你竟然是巫族中人 你还蒙骗了陛下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心心念念 想要除掉你们母子 今日我把你 从颜西宫带来 就是想让你亲眼看看 我的儿子 是如何取得皇位的 而你的儿子 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错了 仗儿不争 非是他不能争 而是他比任何一个人 都重情重义 我的仗儿 是不会输的 我们殷家 是永远不会输的 我们殷家 是不会输的 殷下 停 停 殿下 舅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殿下 不好了 原谅母子连同巫族谋权篡位 你母妃 你母妃 也被他们逼得跳城楼而死 你刚刚说 母妃这怎么了 是老臣无能 没能保住贵妃娘娘 你说的可是真的 殿下 殿下 四哥 我原本可以什么都不成 可你为什么 为何连我母妃也不放过 殿下 你知道吗 元凌 他是先皇的姨父子 所以才会处心积虑的想要造反 殿下 你要为了你的父皇 你的母妃一定要夺回江山 以保住大卫的 这说的一刻是真的 老臣所言千真万确 你母妃 就是因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才会被她们逼得走投无路啊 你 在 乘我命令 唯困天洞 是 是